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跟我们分享过一个艺术家 他专门是用X光机来创作 那之后那个广播播出之后 我身边真的有朋友特别去网上搜寻 也去看了那个的展览 他后来觉得还蛮震撼的 不错不错 不错哦 所以那今天呢 今天最近我们看什么展览是想分享给大家的 有啊有啊 这次的那个艺术各展它比较大 它是那个台北当代艺术 五连线在那个金华酒店举办的一个联合艺术展览 那它是就是集结就是比如说世界的各个艺朗 然后来台湾的某些地方他们会举办好 然后大家一起来给所有台湾的民众去浏览 哦哦 对所以里面看到了很多很多艺术创作的东西 那是真品吗 对都真品 那我现场喜欢是就可以下单了吗 可以可以 那我想问你 如果它是在金华酒店它的展场怎么去 展场是一个大问题对不对 对非常有趣 它就是把两 金华酒店的某两层楼 全部都租下来 那每一个艺朗就是在一个房间里面 哇好酷 对然后就在房间里面去摆设 就然后因为每个艺术品有大有小 对有些立体有些平面 他就任意在那个房间里面去摆 我觉得摆了 光摆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已经蛮有趣的 所以你说在金华酒店办的这个当代艺术展 已经展期过了吗 对展期已经过了 可惜 对很可惜 但是你刚刚讲的概念我觉得有趣 它就是把两层楼的套房 就是房间都包下来 对对对 那是不是等于一个房间就是一个艺朗的浓缩版 对对 哦好有意思哦 对就非常有趣真的 那所以只要一张门票 我就可以看完这两层楼所有的艺朗的精品吗 对所以里面可能有有法国艺术商 然后或者说西班牙 日本大陆台湾很多 哇 下次有这样子 你真的要真的早一点来节目跟我讲 因为我也 你知道我们这样讲好了 如果说平常真的没有时间 你想要在短时间之内 对 非常快速的可以吸收到现在当代艺术 在世界各地流行是什么 对对 这个展览很正的 对非常非常正的 那那我想问你是要花多久时间才可以把这两层楼都统统都看完 嗯假如说你想要再询问一些 跟艺术家 嗯 询问一些问题的话 我猜应该要两天 要两天 因为太多了 嗯哼 有出手吗 呃 原本要出手 可是因为他有些被买走了 所以因为我要一整组的 嗯哼 对因为被买走就 后来我有请他们回 呃回他们国家之后再寄资料给我看 嗯哼 好有意思哦 那这个展览之后还会就是 会会再来台湾举办吗 会 每年都会 大概几月 呃差不多就是第一季的时候 年初左右 三月初 三三四月 一二季左右 对 好太好了 明年三四月我会特别注意这个展览 因为它可以让我在短时间内 迅速吸收到精华 对对对对 你不用买机票票去世界各地看啦 对对对对 好那韦杰那当中一定有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艺术品 有啊有啊 我们来聊吧 聊几个你觉得很赞的 嗯像是日本 日本有一个艺术 然后呃他这次的一个创作题材就以日本忍者 忍者 对忍者当作他的创作题材 嗯那呃他就把他对忍者的一个印象 嗯分别用他们的武器就是飞镖 嗯嗯嗯 来当作一个艺术创作嗯 那每一个飞镖都有他一个自己的一个颜色嗯 所以那我对于他那个颜色的表现我觉得很吸引我 而且他用很精致的包装的一个盒子把他的每一个飞镖把它呃包覆起来 所以他飞镖上会有一些各种材质 对对然后会各种异象的表现 例如说也许比如说忍者通常在盾逃的时候 嗯他可能就是丢了一个呃他们要讨一个浓烟嗯 然后他们就逃跑掉对那他就把这个概念就结合在这个飞镖的这一个盒子的创作里面 他可能会撒一些比如说呃银白色的粉末 嗯哼或者说金色的什么样的东西颜色色块 然后当做他每一个武器的一个表现 所以他不是只有飞镖本身是艺术创作 连他包装的盒子都有艺术创作的概念在里面对 好有意思哦对而且就一很多很多系列对那都很漂亮 每一支都独一无二了哦对每一支独一无二 你不可能找到呃第二支就一模一样的东西对对对对对 那这样忍者飞镖如果这一整套如果要就是我喜欢的艺术品收藏下来那应该挺可观的哦 诶这个我会问他然后说嗯他是先找我先拍照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拍完照之后说问我喜不喜欢我说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然后我有几组我想要买他说那后来他说诶我们这个是这样一个系列一个系列一个系列 你不可能单个单个收藏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诶我给你讲当代艺术在这上面真的很有趣 因为你都不知道那些艺术家脑袋在想什么诶对对 我在想他找你照相有原因可能是他认出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其实 maybe你的打扮长相其实蛮日本味道的对不对 也许吧也许对不对好好有意思哦这种飞镖的题材来创作 那你在逛的过程当中这个应该曾经让你心动过哦 对对还有别的作品是你喜欢的吗有像那个我们单纯有些在欣赏每一幅画的时候 他就是平面或者说透过他的绘制技法让他觉得是立体 可是有一个画他是配合的声音对画跟声音要搭配对画跟声音要搭配 而且他是让你可以主动去触摸对他那幅画就是类似叫心动嗯对 然后他去画或有一个意境嗯再呈现在那幅画画板上对 然后他请我们去触碰那幅画嗯我先讲一下一般这样艺术展的艺术品 他是不让人家touch的所以他可以让你去touch摸那幅画很很难得耶对 而且因为我们呃每一个人手的温度就或者说呃我们的呃厚度都不太一样 所以当我们去触碰那些画的时候他会跟你互动他会产生一些声音而那些声音呢可能会是是 是你的人体去引导那幅画嗯去感应嗯然后去画出那个声音出来的 每个人去摸声音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诶这个很有趣耶我们先休息一下 真的蛮苦的 回来好好聊好不好 好 ok 欢迎回到FM103.3幸福空间广播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许千云 就如同千云一开始所说的每次呢韦杰来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觉得有听到另外一种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声音 或者是呃这是你不会去触及的领域可是你听到觉得是一种收获 我们欢迎施雅客空间设计的徐韦杰设计师韦杰你好 诶你好各位观众当然好 好韦杰刚刚跟我们讲的那幅画我还蛮压抑因为我曾经看过这样的展览 当我想要去摸那些展览当代艺术展当中的作品的时候大部分我们是会被制止的 对你不可以摸它可是韦杰说你刚刚的那幅画 对心动它是非常欢迎你去跟这个画去touch它有互动的 对对好特别 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就用我手指头或者说我的掌心去触摸 这幅画 对然后我就想说诶那我我产生的一个音乐是什么样的音乐 它跟我互动的内容是什么 对那它就后来我就去摸完之后我就发现诶 它跟我互动的音乐就是有点有点飘渺 是不是当下的心态还是当下手的温度 其实那就是个人去想象了齁 对对对对对 飘渺那你有听到别人去touch画的感觉吗 有那有些声音会很重 咚咚咚那种 对有些声音很重 对 所以你摸那幅画你说手的部位 对手的温度 对力道 对都会影响出来的音乐 对对对对对 那你这样我也很好奇 如果我去摸出来会是 会是什么感觉 我相信应该是很好听的声音 对 好开心哦 好好有意思的话 好那这个作品是哪一个国家的作品 哪一个国家的艺术家作品 哪一个国家的艺术家作品 这是台湾的 真的吗 对这是台湾的创作 太好了那这幅画卖出去了吗 我可能要问一问 那我们还有机会 maybe也许可以 maybe可以 对对 OK那我们先还是来聊一下 因为韦杰说在金华酒店办的这个联合艺术展 是世界各地的艺朗集结在这边办的 对 可是这个展览可能要 你要还想要再碰到的话 可能要到明年的三四月了 对对 那如果现在在台湾 你有没有你常去的可以推荐给我的艺朗 让我去先稍微再做一点点功课 然后可以酝酿 然后期待到明年的三四月 有有有 像有一个叫做蓝骑士艺术空间 嗯哼 然后还有一个叫影川画廊 蓝骑士 就是蓝色的蓝 然后骑士 蓝骑士艺术空间 对 还有一个影川画廊 影川那两个字 哦 影 嗯 新影的影对不对 有新影的影 穿就是 河川的穿 河川的穿 影川画廊 OK 然后还有一个是风格艺术 风格艺术 都在台北吗 对都在台北 所以我们只要听众朋友上网打蓝骑士 或者是影川 或者是风格艺术 就可以找到他的所在地 对 OK 这边可以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分分别类的吗 对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你常在这边吗 出现 哈哈 可能会看到你 对对对 原则上 那你去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为自己找东西 有时候是为物主 对 有时候 就是 有时候是为了欣赏艺术而去 那有时候是因为觉得有些案子 我就看有没有一些适合的东西 可以去摆 嗯哼 那时候我就去找寻找寻这些物件 OK 大家可以去先 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三四月啊 在这个金华酒店的这个联合艺术展还没开始之前 可以去伟杰推荐这几件艺朗 我们走走 去感染一下那个气息 OK 那么接下来呢 其实韦杰最近做的案子 有一个也还蛮有意思的 是 嗯 我本来以为啊 所以韦杰可能做的空间 就像我一开始说 我现在很期待看到你那个 左右打通 楼上楼下加起来 一共有200平的空间 是 200嘛 是 但是呢 韦杰既然连 六平的空间 对 他也能做 对对对 六平耶 对六平 那时候呃 其实我并不会因为说 嗯 居住者他 他对他的屏数大小 嗯 我对这个东西是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 就是说排斥 或什么 你不会因为大而做 或因为小而不做 对对对对 那我只是请听说 欸客户 为什么要买这样的房型 嗯 然后他的需求是什么 嗯哼 对那原理上这一间就是 他只是当做一个 嗯 休息空间使用 嗯 对所以他说 那既然我有 呃这样的一个屏数大小 那他还能够做什么样的利用 那我就把一些 我觉得应该会有的东西 跟我的客户互动 嗯哼 那他就跟我说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可能 就是我现在 因为他自己原本有 其他的一些住家空间 他还有别的房子 对对对对 他就去那边休息而已 嗯哼 对然后说那我可以把这些 我看的东西全部都结合进来吗 他看的什么东西 他看的比如说 他他要有一个厨房 他一定要有客厅 要有沙发 要有厕所 要有更衣室 要有房间 呵呵呵 然后要有干湿分离 对 你这样子讲完以上的空间 如果用平均来分配的话 可能一个都不到 可能0.8平而已耶 对差不多 这每个功能只能0.8平耶 对平均 平均嘛齁 对还有阳台喔 还有阳台 对还有塞空间什么的 好 那你后来帮他塞了哪些 全部全部包进去了吗 对全部塞进去 那呃因为 嗯 我帮他做了两个卫浴设备 是因为他跟我讲说 等一下 六坪 对对对 两件卫浴 对两件卫浴 我没有听错吧 对那他 那因为这个地方是修 他是来休闲 嗯 会居住的 所以他说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有泡澡 嗯 然后一个有干湿分离这样 对所以我帮他在 阁楼部分做了一个浴缸 嗯 那这个东西 假如说你没有对呃工法上 没有一定的成熟度的话 你浴缸哪敢放在架高阁楼上 对你其实做不出来的 对 那他一定觉得你超厉害的 六坪里面要有泡澡的浴缸 还要有一间 这是其中一间喔 另外一间还要干湿分离喔 对对对对 那所以他很很可爱的是这六坪的房子 就是阁楼的那个部分 就是完全是一个完整的 泡澡的卫浴空间 对而且那个呃 比如说看这样的小空间 那有种楼梯就显得很重要 嗯 那其实我光是楼梯的工法 我也是用呃 像我们在做捷运局的时候的一些 比较结构性支撑的东西 嗯 我把那样的大物件 缩小到六坪空间 我也使用那样的支撑方式 所以他的漂浮式的那个楼梯 很轻 就会非常非常稳 跟一般的施工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不要因为他不是厚重 你就觉得他不稳 对 他眉笔看起来很轻 可是他是很稳的 对对 这个六坪空间还有东西 可以来好好来挖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中广流行光 这里是FM103.3 幸福空间广播版的节目 我们来欢迎施雅克空间设计的 徐伟杰设计施伟杰你好 你好 刚刚我们说你的这个屋主很妙 六坪的空间要摆下很多很多他想要的东西 是啊 但你也超强的都摆进去了 我们告诉大家你摆了什么 他的卧房我摆了一个Queen Size的床 然后还有 双人床啊 对双人床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书桌 对还有化妆台 然后还有一个还有蛮大的整面墙的收纳收纳柜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更衣室更衣空间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不小的厨房 对那 你忘了刚刚我们还跟大家讲你给了他 两间浴室 两间浴室 这两间浴室你不要不是阳春的哦 一间是干湿分离的哦 浴缸泡澡哦 对浴缸泡澡 那如果照一般设计师的逻辑 浴缸这种会有重量加水的东西 他会把它放在楼下的部分 对 你超大胆的 对我把它用在空中这样 你把它用在空中阁楼的部分 对对对 那一定是你对你自己的工法是相当有信心的啊 嗯对 因为有一些视觉感受 我会移也不是说因为故意移啦 是因为我有一些楼下层的视觉 我要去去调配 所以我才把它移到半空中 嗯哼 所以在韦杰的空间里面 因为大到两百平的你也做 对 这种六平的你也做 可是我感觉你在工法上 等于是把放大空间里面是精致迷你缩小版 可是工法是一样讲究的放在小空间里的 对因为它可能会更困难 更困难对不对 对啊更困难 因为它比较小 哼哼 你做的这个六平房子会让我想到什么 你知道吗 我曾经去建国北路海南路有个袖珍博物馆 哦 你知道吗 他就是 你知道吗 他就是照比例缩小 对对对对 可是那个房子里面不管是家具什么 对 全部东西都是非常精致 只是照比例缩小 对对对 你有没有觉得你做六平的这个有这个感觉 对你这样讲还真的好像有一点 有一点哦 对对对 然后我就很想很想窥视很想进 看那个袖珍屋的时候很想进去 对对对 OK 这个六平的房子做完屋主 有没有对你觉得太厉害 你可以在这么小空间完成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机能 对他他到现在都还跟我讲他不敢现在到底是怎么塞进去的 他到现在都已经完成很久了他还不知道 他住进去了吗 他已经住进去了 是宽敞的对不对 对宽敞的 哦好期待哦 诶改天把这个照片借我看一下吧 六平的 嗯对啊 好那我们从刚开始聊哦 我们也聊到你两百平也做 六平的呢也是秉持着两百平那种精致细腻的工法去做 是 但是下面这个个案我觉得也蛮妙的 嗯 呃住商合并的这个办公室你可以把它改成住宅啊 对对对 我要先办那个分户使用 诶你先帮我解释一下怎么会有这样子 他是在一栋大楼的里面 对对 因为台湾有些建物他是比如说他是存住宅 嗯 又存办公大楼 对对那有些住宅的空间他是呃住商是合并的 对对 对合并那刚好我的那个客户他是商业用途 那他因为已经没有办公的使用 所以他最后想要把它分户成自己居住来使用 所以他想把办公的楼层改成居家的空间 对对 哦 我先先这样讲啊 我对一般的办公室啦 他就是呃梁柱都推到旁边然后宽敞 对 然后他的他的厕所一定是要可能要走到这个办公室的外面 对 对 左右两边的公司共用一个一个厕所 嗯没有错 这是跟我居家格局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他变成呃住宅使用其实是是几乎是不可能啦 嗯 对所以我在里面我帮他隔成了大概四户 嗯哼 那呃大部分的那个卧鱼空间里面可能我必须要呃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帮他实作 就是我要必须用那种搅拌式的那个马桶 什么叫搅拌式的马桶 就是呃因为通常我们那个呃分管他们通常会有一定的一个厚度 嗯 那假如说你延伸太长的时候呢他就会地平会垫高 嗯哼 可是以前的呃楼层高度便宜没有那么高 对如果以前的办公室在垫高的话我看到撞到天花板了 对都完全没办法用 嗯哼 所以之后我就用那种搅拌式的 所以他只要配就是比较细的管子隐藏在我们地面磁砖以下 嗯哼 他就可以使用了 诶我可以讲白话一点吗 可以 我看过国外那种如果那个厨鱼有那种搅拌机 对对对 就是那个概念 对对对 哇他先打成小小小小小的 对对对 然后再沿管子排掉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的搅拌式的马桶是同样的原理了 对只是以前是搅拌会有很大的声音 哦是啊是啊 可是现在把它改良完 就是你沖水那沙拉已经搅拌完成了 嗯哼 然后就迅速排掉 哦所以从一个呃办公大楼要改成住宅的时候 事实上我觉得位于空间才是一个大挑战 对大挑战 嗯又不能垫高太多 对 然后又又必须要兼顾他的沖水的那个强度 对对对对对 OK 所以他那等于是他那整层的办公室 他现在把它割成是四户独立户 对独立户 他自己要住一间 对然后两个小孩 嗯 然后一个一个是兄长 就呃给兄长或爸妈 好酷哦 所以这一家人会住在同一层里面 同一层 可是四个是独立的门进出的 对因为他大概一百多瓶嘛 哦那你这四户都是你帮他做 对对对 那风格会依照每个人 对对对 那也是一种挑战啊 对是一种挑战 每个人喜欢的跟不喜欢的 对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长辈跟年轻人想法不同 不同 嗯 没关系你的这个马桶的搅拌寂静 让我觉得超超超厉害的 OK我只觉得时间很短很可惜啊 因为每次跟韦杰聊天 我总是觉得可以从他身上 挖出很多东西出来 所以你下次要不要再抽空 多上节目来跟我聊聊 OK 不管你看的展览或做的你有趣的案子 好啊有问题啊 那我们下次见啰 OK 我们再次谢谢施雅科空间设计的徐伟杰设计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